郭敬明被专业评审投零票 选演员给意外票数 淘汰演员选择支持 上一期的演员亲就为中 郭敬明导演赢了陈凯歌导演 当时是郭敬明拍摄的《妖帽传》 陈凯歌拍摄的郭敬明的小说改编的《悲伤逆流》成河 陈凯歌导演选择了一个文艺气质的四盲人 郭敬明则选择了和以往的电话差距很大的喜剧片 而且又是周星驰的经典电影《大话西游》 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毕竟挑战经典能做到评分秋色已经不容易了 很多情况下挑战经典的结果就是挨骂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意外的票数 郭敬明把仅有50票给彭小冉和金进每个人25票 康可仁和鄂静文则是0票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最终决定演员去留的 不仅仅包括导演这次的分票 还得叠加之后观众的投票 如果是评分仅有的50票的话 最后叠加观众的投票 很有可能几个人会出现都淘汰的情况 为了保住优秀的演员 郭敬明才忍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